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不是大家吃便當時間 冰箱之前看到有一個廣告 就是Futter Team 他推出那個沒有麵包的漢堡 他是中秋限定版 17號開始賣子賣到9月30號 那眼看的時間就快到了 所以就今天就不吃便當 今天來帶大家看看這個以前我們讀書時代打工的時候 在賣到打工的時候 那個開玩笑的產品 OK 那待會再回家再來看 我們今天把那個沒有麵包的漢堡買回來 然後今天買的是套餐 套餐他是309塊 他有一杯飲料 一杯飲料 然後 一個薯條 然後 一杯飲料 然後 一杯飲料 然後 那我們現在來看他的東西 就是套餐 然後是309的套餐 然後有一顆薯條 基本上漢堡的薯條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它跟麥當勞不太一樣,因為它比較粗 然後它炸的整個也比較脆 比較不會滾起 然後他們的飲料,飲料就是中杯的 很特別的是它的氣管是紙粉,寶寶 再來就看這個 主角,因為它沒有麵包 所以它包裝成的紙袋 一層,兩層 那我們打開之前,我們先來秤一下它的重量 然後它是美國是盎司 14.268盎司 然後折合克數就是 404克,大概400克左右 所以一克大概400克左右,而且半量蠻好吃的 接下來就來打開它 那講到這個沒有麵包的漢堡 其實 我在想到我們在賣檔檔工作的時候個玩笑 就是 就是同事在上班的時候 會去跟他說 我們就去別家店 然後說我要一個賣香雞 不要麵包 然後要生菜 要那個美乃滋 然後要 要賣香雞排 然後不要麵包 那時候真的是 每次點這個都會被走 好來 它真的沒有麵包 所以我是蠻好奇它這個沒有麵包 那既然它就是華寶 其實內容物還蠻精彩的 它有 它有四塊牛肉餅 其實這個東西大家想像就是把那個 上下兩塊 上下兩塊牛肉當做那個 麵包來看它就是華寶 基本上它就是一個華寶 真的是 還蠻精彩的 然後 因為它基本上 沒有麵包 那我現在又要碰那個設備 應該只能這樣吃 它裡面就是生菜 生菜蕃茄啊 酸黃瓜 起司 對就是跟華寶 華寶的那個內餡一模一樣 那我喜歡吃Burkint 就是說它的 生鮮的料用比較多 雖然說這幾年麥當勞也是 陸陸續續生鮮料用比較多 但畢竟跟Burkint 比起來它 它拿回比較少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試吃 我相信這位當然很多人都很熟啦 因為就是華寶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這個 這個就把它當 就把它當 漢堡吃 官方數據好像也是幾樣子 蠻大一顆的 蠻大一顆的 然後他們家的那個 漢堡王的那個 漢堡排啊 應該 還有經過火烤的程序 所以有點 漢堡味還蠻香的 其實 它這個如果剛做起來的時候 這個真的很好吃 要看這個肉 蠻厚的這個肉 這個肉沒有煎 之前應該都一公分以上 那純粹好奇去買了這個 沒有麵包的漢堡回來 那基本上 味道還不錯 分量也很夠 價錢也 不低 然後因為最近我自己 本身就是 比較減少攝取澱粉類 所以吃這個是剛好 但是這個的熱量也很高 先小心不用 那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幫我們 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那沒事情到部落間 好然後 今天就先介紹到這邊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